接著繼續帶您來看到 花蓮縣政府為創業家打造最強的對話平台 花蓮創新創業家年華 縣長徐正衛也到場 活動從參展團隊術 場地空間與講師陣容 皆帶來全新的風貌 期待藉由創新創業社群的凝聚 引入國際講者與團隊的刺激 為花蓮在地創業生態 帶來更多元的觀點與對話 現在許正衛表示 一個城市偉大需要大家共同來參與 在議會支持之下 外縣政府與民間近一年不斷的 積創新以及創業相關能量 從小學的小論文比賽開始 從小學開始學習 邏輯思考與團隊合作 到大學時期 青年夢想家與地方產業合作 聽說非常非常的精彩 花蓮縣其實是在我們 育財留財 培財懶財 是一貫 是一致化一個系統把它做上來的 從我們國小國中的小論文 也是一個關注地方上的發展 以及我們讓孩子能夠了解花蓮縣 所以我們在小論文是有八大面向 議題都關於我們自己的土地 而高中大學的部分 我們就啟動了青年夢想家的議題論壇 然後呢 先選拔出來以後 再給大家實踐的費用 以及時間 讓他成為今天的成果展 而今天的成果的詩集團 我相信都非常的精彩 因為從提案到落實 我想像我們的孩子們一定印象深刻 怎麼樣去調整他的企劃 之後到落實到現在報告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有自信 每一個團隊都相當相當一段時間的磨合 往同樣的目標來走 所以剛才聽我們評審 他也有聽明朗辰處長說 哇 今年十幾隊都真的是很精彩 而且結合了教育 以及我們0403之後的災後的一些的 的福慮 關懷 以及這塊土地 也或許是永續的旅遊 花蓮在0403以後 我們能夠做什麼 所以再次謝謝大家 在新創團隊部分 策展內容圍繞著美好的生活 永續SG 旅創Working 數位創新四大產業趨勢 地方顯SBIR 新創基地金屬團隊 青年夢想家與 青年鏈結地方產業專體計劃 三大青創主題 以及首創展區 以及參與市集 兩大風格區 共去超過170組來自海內外的創新團隊 共享盛舉 記得請歡迎歡迎觀眾朋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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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